你现在打开的是造物集的新系列 我的出租屋 这是第二个关于家的故事 阁楼上的圆木风上旅房 两年多的时间 两百多期的造物集 在这个系列里 我把手工和对一切美好事物的向往 融入每一个小家里 我不是要做真的包空头 只是希望这些关于家的影响 有那么一瞬间对你来说是温暖的 向往的 家不是堆积起来的钢筋混浓土 而是用心经营过 只属于你的避风港湾 在上一集里 有整个圆木风阁楼的变身全记录 也有一些耗时很短的小手工 例如牛皮纸花盆 麻绳储物栏的制作方法 这一集 我们尽量详细地解读下面的这些大手工如何制作 如果还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 请在评论里留下你的问题 我会努力为各位小组服务到家 第一个 组合储物柜 请速速截图屏幕上的尺寸 制作方法 首先结合前面给出的尺寸来准备木条 四角用正方形粗木棍作为四面木板的固定材料 之后用几块板子来封底 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装地方法可以用钉子直接固定 或者用螺丝固定 提示一点 如果使用螺丝 要先打孔才能避免木板裂开的情况 这种盒子在网上买成品也不是很贵 自己制作大约省下一半的费用 组合储物柜是由若干个木盒子拼凑而成 再用长木板连接固定 设计这样的柜子放在原子家 首先是针对他家空间细长 阁楼房顶异形的情况而量身定做的 木盒子之间用塑料扎带固定 搬夹时 剪断扎带即可 不锈钢衣架在网上直接购买成品 它可以任意固定在墙面和房顶 承重能力强大 木盒子做储物柜的好处就是搬夹方便 换个户型还能任意组合 同时储存杂物的能力非常惊人 即便不用来做衣架 养花之物都是好用又洋气的选择 坏处呢 就是相对来说稳定性差一些 如果你也想做一套 建议需要把顶部与墙面固定才会更加稳当 在木盒子底部安装四个万象轮 原子就得到了一个能放书 放水杯 还可以任意移动的小插机 第二个 原木封书桌 请速速截图屏幕上的尺寸 将几块木板横向组合成桌面 反面分别用2-4个木板固定 先用粗糙的砂纸打磨爪屏 再用绞细的砂纸抛光 最后上清漆晾干一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磨爪屏幕 最后下清漆晾的砂纸抛光 再将冬天带门放入水杯 再炒水银河 最后10分钟 确认的砂纸抛光 再炒水银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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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重炒水银河 再炒水银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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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桌腿我采用的是以荷叶连接的八字形方案 使用时用木板在桌腿卡住 不用时直接拿下来就搞定 如果你想亲手制作 更加推荐使用现成的桌腿 固定在你制作的桌面上 会比我设计的这种方式更加稳当 这是一张原子和我都很喜欢的书桌风格 淡淡的干净的木色 没有过多的修饰 桌面不需要多平滑 甚至还有木头自然裂开的纹理 就像很多韩剧或日剧 充满艺术气息的女主家里的标配 第三个动动板 动动板是根据原子家阁楼倾斜屋顶设计的 购买一块两毫米左右厚度的三合板 等据十字交叉画线 确定打垢的位置 之后切割成梯形 如果你使用动动板是挂在比较方正的墙面 就可以忽略切割的这个步骤 用无痕挂钩固定在墙面 承重20斤左右 插入小木棍 木棍如果不结实 也可以用热绒胶固定 第四个风潮制五格 材料使用的是10厘米长 1厘米宽的雪糕棍 这个尺寸50根2元左右 一个风潮制五格大约消耗8元左右的雪糕棍 这个方法三根做底三根在上 搭成六边形 用热绒胶固定香蕉的边缘 不断重复摞起来 上墙用魔术贴固定 或用无痕挂钩上墙 风潮制五格作为墙面装饰的作用 要大于承重 所以最好摆放一些脚轻的饰品 第五个床头靠垫 选择素色棉麻布料 填出英语为屁屁棉或珍珠棉 尺寸是针对1.5米宽的床设计的 制作方法和尺寸都在涂上 按照涂上的步骤缝合好后 两边各缝四到六条绑带 就可以固定在床头了 同时缝上六个扣子来扎紧 好看的同时防止棉花跑偏 清洗的方法同大型毛维玩具一样 第六个是我最爱的木板云朵灯 材料使用冻朵板切割下来的下角料制作 画上云朵的形状 用线性锯条切割下来 打磨边缘 同理 你还可以制作星星灯 兔子灯 小马灯 花朵灯 等等 黏上LED灯带 用魔术贴直接上墙 每个房间改造大约需要一个月的时间 下一家呢 我们将改造北欧风小卧室 最后的最后 如果你喜欢我的出租屋系列 请给予头一个大大的赞 如果你对屋主原子充满好奇 同时喜欢不正经的吃吃喝喝分享 请关注原子今天吃了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